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松果财经 世界餐饮连锁巨头 年转261亿 利亚麦当劳汉堡王 生活大爆炸中 谢尔顿最爱的熊猫餐厅 开到中国来了 当这个消息刚出来时 我身边不少媒体朋友 都跑去报道了这件事 但一边报道 大家心里也一边在犯嘀咕 总感觉这件事不太靠谱 因为熊猫餐厅有个梗 它是非中国品牌 非中国市场全球最大的 中式快餐品牌 其创始人陈正昌 曾不止一次强调过 绝不进入中国市场 而且熊猫餐厅 是一家发展非常稳健的公司 极小上银行贷款 开一家店就要保证一家店 能够赚钱 对于跨国经营 更是秉持着相当谨慎的态度 茂雅然在中国开一家连锁店 这件事怎么都感觉玄乎 可商场负责人却信誓旦旦的表示 这家店就是熊猫餐厅 在中国的首家连锁 这宗学院案直到10月18日 熊猫餐厅官方发布声明 从未授权国内任何企业或个人 开展加盟业务 才算高破 官方还吐了个槽 我们每年依然还会强调 不会进入中国 因为我们去中国开中餐的话 那叫做班门弄府 可是为什么 全球最大门店以及遍及世界 征服了无数外国人味的熊猫餐厅 始终都对来中国开餐馆 秉持着悲观的态度呢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 熊猫餐厅创建于1983年的美国加州 创始人陈正昌是一名华裔 他的父亲是一名技术精湛的厨师 据传他的父亲还曾是某光头的私厨 为了凑齐开店资金 陈正昌拉上了全家人 凑出了6万美元启动资金 甚至为此背上了小额带 父亲做厨师 自己做经理 剩下的兄弟姐妹都在店里免费帮忙 中餐厅艰难开业了 可生意却并不理想 因为能来中餐厅吃饭的华人实在太少了 鄙视的美国 华人是被轻视的 生计窘迫 馆子不可能经常吃得起 而且人数也很少 这导致即使是由陈傅 这位给蒋介石掌国勺的杨州名厨来开店 依然无人问津 下无压力下 陈正昌开始转变思路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中餐卖给美国人呢 熊猫餐厅开始卖出了自己火爆全美的第一步 把目标用户对准了想要尝试中餐的美国人 结合美国人喜欢的酸甜六带一点辣的独特口味 设计出了符合美国人的美式中餐 主打香甜酸辣的川菜和金帮菜 口味做出调整后 餐厅的生意果然开始好转 但身为高材生的陈正昌 眼光却不仅于此 想把熊猫餐厅连锁化 能真正放出去和美国当地的快餐连锁竞争 他必须要解决餐厅的标准化问题 陈正昌提出了四个统一 统一菜式 统一招牌 统一装修 统一服务 对传统中餐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外貌上装修积极靠拢快餐店风格 一开中餐店苍蝇馆子形象 菜品上山帆旧简 仅留下固定的十几道菜 为了解决餐厅扩张后 美国当地中餐厨师不够 以及每家连锁餐厅品控问题 熊猫餐厅所有菜品的原材料加工 都是先由供应商提前完成的 之后再送到美国的各个分店 甚至连调料都变态到了精确到每刻 每家连锁店的厨师 只需要取出半加工好的食物 放在锅中 按照规定的温度 翻炒规定的时间 即可端出一份熊猫餐厅的标准菜品 最后 帮助熊猫餐厅实现登顶 美国快餐品牌前列的 还有它对比美式快餐 以相对更实惠的价格 提供了更多口味的菜品选择 美国的熊猫餐厅七八刀水平 就能吃上一荤一素一主食 荤一素主食可以自由挑选 有点像我们在大学食堂打饭 拿个食盘 哎师傅你好 要这个要那个 在国外对于熊猫餐厅的报道中 实惠与丰富的菜式 都是被提及的高频词汇 但几乎没有人聊过 正不正宗这个问题 因为对于他们而言 这就是中餐 可其实到了现在 熊猫餐厅营收 已经超越麦当劳等老式快餐品牌 成为世界第一大中式快餐 他也从来没有想过 要荣归故隶来中国 开家分店的说法 知乎上有人出国体验后留言 味道评价一般 叫传统中餐 相去甚远 没有服务可言 或刚刚说的一样 大学食堂打饭的体验 走的时候自觉 把东西倒进垃圾桶里 可这就是熊猫餐厅 无法开进中国的原因吗 要知道 做到这样一个量级的餐饮机构 对菜单和菜品进行重新设计 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 前一阵 肯德基还推出了自家的新品螺丝粉 熊猫餐厅 无法真正开进中国的原因是 来吃他的人改变了 他所建议的环境改变了 传统与正宗不重要 顾客需求才重要 食堂环境不是关键 市场环境才是重点 在以前 熊猫餐厅研究的 一直都是如何用中式快餐 来打败快餐 改良胃口 删解菜品 改善就餐环境 同一标准 完善整个供应链环节 让美国当地人 可以在自己熟悉的就餐环境 用自己的就餐习惯 享受 感觉好像完全不一样的 中餐就餐体验 针对的都是美国 本地麦当劳 汉堡王这样的竞争对手 模仿他们的味道偏好 竞争他们的上餐速度 但来到中国 他们所要面临的这个命题 变成了如何用中式快餐 来打败中餐 你会发现 他们之前在美国 所建立的种种优势 变得荡然无损 甚至会变成他们的烈士 唉 说实话 我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比较起 中国人和外国人 对于中餐的标准和要求不同 大家不会把中式快餐 和快餐放在一个赛道 只会用中餐的标准 来要求中式快餐 而以中国的中餐竞争环境 大家觉得熊猫餐厅 有没有可能幸存 以中餐的标准来看 差得太远了 光是菜品还不到20个 这一点 沙县派出一个小吃店 结果把这个国际大牌 给只团灭了 而且预加工的做法 也对中国传统餐饮理念 提出了挑战 大家都讲究一个食材新鲜 现切现做 你直接整个菜包过来加热 沙县小吃 都感觉自己被侮辱了 其次 熊猫餐厅的价格 也很难占据优势 实际上 国外很多餐饮品牌 我不说你根本不知道 它在当地 是以物美价廉取胜的 比如 企业家 日本人的打工快乐餐 在中国价格不算贵 但绝对和日本实惠的形象 差距有点远 开店都是在商超里面 注意这里的便宜与否 大家不要简单的转换汇率来看 要结合当地的购买力 做判断 最后 反而是最重要的味道 成为了熊猫餐厅 最容易去调整的一个点 可是熊猫餐厅 为什么要去调整呢 在熊猫餐厅 许多无关紧要的地方 会标注上一些 并不能提供什么帮助的汉子 但当你转过头来 看排队的时刻 几乎无一例外 都是外国人 医学生曾质疑 熊猫餐厅并非正宗中餐 面对这样的质疑 陈正章做出的回应是 什么是正宗 卖得掉就是正宗 唉 我们不妨把话再说直白点 你什么时候见过 名创优品元席森林 会跑到日本去卖货呢 好了 这里是提出不同见解 立志要做最受都市 精神小伙小卖喜爱的松果财经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